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8月14日 又是美好的一天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268集 最近美股涨不少 我也逢高陆续输回了一些基金 目前资金部位已经没那么紧了 我决定再来玩一下日日扣款 也就是天天扣款的意思 我要扣的是这支联博国际科技 这支原来的扣款是设定在每个月的24日 现在我这边全部都打勾 把它改成每天都扣款 每天扣的金额是500元 扣款金额我随时会去做调整 例如遇到美股大跌的时候 扣款金额我就会把它提高 已经变更完成改成每天扣款了 我再来变更一支 这支也是联博国际科技 原先扣款是每月的2日 现在也是把它改成每天扣款 全部都打勾 点完了天天扣款按确定 变更完成了 再来变一支 这支是富兰克林科技 这支原先是每个月的15日扣款 现在也是把它改成每天扣款 点完了按确定 变更成功了 玩这种日日扣款是我的兴趣 我随时都可以去变更扣款金额 跟扣款日期 你们操作如果还不是很熟悉的话 不一定要照着我的方式去做 这只是我个人的玩法 供大家参考而已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 这里是一个项目的 过去